Welcome to DJK8 继续消费 要不走人 第一 不要和别人起风土了 万一发生冲突 务必不要离开夜店 第二 有的营销都为了提高业绩 会让你晚上十点前到 这样同一张桌子 就能接待多组客人 第三个 很多没去过的人说夜店很乱 其实这乱不乱 取决于你想不想乱 绝大多数的夜店 为了增加人气 会给一些高颜值的小姐姐 开免费的招待牌 然后呢 看到有人开了个神龙套 有可能是夜店为了促进消费 自导自言情的托 还有一点 女生如果碰到血缘重手 立马制止 否则对方会以为 你默认她的行为